有句老话说得好 女儿像爸 儿子像妈 但是到了黄晓明这儿 全变了 9月21日 一段黄晓明和赵又婷 参加节目的片段曝光 节目中 两个内娱的大帅哥 弹起了自己孩子的真实颜值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虽然两人的孩子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女儿 但是 听了黄晓明 曝光了儿子小海绵的真实颜值之后 赵又婷立马就淋乱了 这是为啥呢 因为在赵又婷的观念里 女儿像爸 儿子像妈 老话这么说 她还是挺相信的 因为她家也确实是这样 她和高圆圆的女儿 长相并没有随了大眼睛的妈妈 而是随了自己 赵又婷说 女儿跟自己长得很像 古静文也给大家确认了一下 99%像赵又婷 难怪高圆圆曾经说过 女儿就是杂辫子的赵又婷 不过 赵又婷无奈地说 我多么希望她像她妈妈 逐渐在赵又婷眼里 自己老婆就是最美的 而让赵又婷没有想到的是 同一条规律 到了黄晓明这儿 却全变了 黄晓明高调表示 儿子长得很像自己 但是性格像洋影 自己小时候会乖到 别人误以为自己是个女孩 但是 小海绵却皮得都快上了天了 听黄晓明这言外之意 杨颖生活中是个很皮的人啊 没想到女神 还有如此不一样的一面 不过 通过黄晓明和杨颖 平时带娃的爆料视频 也可以看出 小海绵确实挺皮的 喜欢坐在行李箱上玩 有一次还直接摔了个大跟头 不过 孩子皮归皮 但是还是挺勇敢的 摔倒了就爬起来 不哭不闹不喊疼 足见黄晓明对孩子的教育 还是挺到位的 会疼爱 但是不溺爱 而赵又婷 虽然很希望女儿 长得像老婆 但是 生活中对女儿却十分宠爱 一个大男人 照顾女儿时 细心又周到 小推车伺候着 水壶立马奉上 难怪女儿看到 爸爸妈妈来接她时 第一反应是 直接扑倒了爸爸的怀里 足见父女俩的感情有多好 网友们听了两人的对话 纷纷表示 要不赵又婷 和高圆圆再生个儿子吧 继承妈妈的美貌 拥有同款烦恼的 还有陈建兵 儿子完全长成了 陈建兵2.0 我嫁儿子像爸 女儿像妈 恭喜您儿女双全 赵又婷的表情太逗了 就是好遗憾 好遗憾的感觉 不过 谁不希望 女儿能像高圆圆 还有网友表示 其实娱乐圈女儿像爸的 还挺多的 比如王妃李亚鹏的 女儿李嫣 跟李亚鹏 就是复制年贴一般 不过 黄小明最后 还给了赵又婷 一丝希望 孩子可能长着长着 就像妈妈了 小朋友会变的 虽然黄小明的儿子 赵又婷的女儿 长相都随了爹 但是 有位网友说的好 你们都长得那么好看 不是男神 就是女神 孩子长得像谁 有啥区别 反正以后 都是帅哥美女 就是 治疗 不过 不过 黄小 之 不 아침 我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